长安汽车怎么样 随着汽车市场的逐渐火爆 许多国产车紧紧抓住了机会 迅速提高着自己的技术和质量 那么长安汽车这个老牌子到底怎么样呢 长安汽车早在十几年前就开始向汽车方向发展了 但是它总是走最低端的路线 它并不是靠车的品质来占据市场的 而是靠便宜的价格 并且长安汽车的发动机实际表现很普通 在动力输出、耐用、烧油这几个方面上 和同排量的车相比表现得勉强让人接受 长安在国内有过一哥的称号 虽然动力还能让人接受 外观也很好看 但CS75等部分车会出现机油增多的现象 总的来说长安汽车能走到现在很不容易 虽然它在各个方面都在模仿其他车型 但是它的技术发展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的 在地图上